无人科技逐渐进入消防工作的应用阶段 国内各消防单位为了要提升救灾能量 像是空拍机 无人水炮等等新技术 都开始投入救灾救难的行列 不过比起传统的消防训练 这些辅助科技的人才培育 其实也相当不简单 从花改今年1月通车之后 盖了27年花费1500亿新建的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 除了新竹的凤比到香山段10公里之外 其余路段也完工通车 北起巴黎南到台南增文西桥 全长有308公里 而因为它全线免收费 就被称为是穷人的高速公路 但却有最美的风景 其中苗栗通宵路段的旋日 就获选十大最美景观公路的第一名 还有哪些值得追逐的景点 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 最新的连线消息 想要带您看到明天初六开工 不少幼儿园在今天就提前进行 园区的全面消毒工作 还有园方自制宣导影片 希望老师和家长们 可以一同落实防疫措施 我们连线给记者郭安妮 大陆防疫最前线至今 已经有超过6000名的医护人员 他愿意包一整年的家务 接着看到武汉肺炎疫情越演越烈 日本的撤侨专机已经在台湾时间 今天上午的7点40分 载着206名的日本公民回到羽田机场 不过日媒最新消息指出 已经有5个人出现发烧等身体不适的症状 另外美国派出的专机也已经离开武汉 中途将暂停在安哥拉市加油 并为全机的人员做第二次的检疫 要确保没有人出现病征 才会继续飞往美国本土 为您查播最新消息 大陆武汉肺炎疫情患者年龄再下探 根据安徽省卫健委公布的疫情通报 新增的确诊病例当中 出现年仅8个月的婴儿 这是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那么接下来看到美国新罕布下周 有座巨大的兵宫乐园 在今年1月正式开幕 最受瞩目的就是有座高6公尺的兵宫